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个违育是从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假如在法相上的认知 不是很清楚啊 难免就继续还掉进去 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不清楚啊 难免啊 虽然有心对之啊 但未必成熟 未必成熟 所以刚才谈到这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我们这个心从刚开始举那个眼见色生喜乐开始 从一开始认知错误以后 执以为真 从这个执以为真 陆陆续续衍生更多的颠倒更多的肯定 整个身心就被这个所吸附住了 就绑住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怎么样 他都唯欲是从啊 自意为善啊 怎么现在自这个意 所以我如果全面没有谈 我们只是自意 想要把这个心意自下来 乃至自调则你 自己调你的心才你 因为由别人来调都没有 我们不讲自意识法意识 如果由别人来调你 有别的东西来满足你的心 然后让你的心 如果你的贪 你的贪无法从更多的贪更多的劲 让你不贪 你必须从你这个贪的来源去制止它 才能真正不贪 贪无法有外境 让贪不贪 外境可以让你的贪变成不同贪 但无法让你不贪 唯有从心里面了解贪的意义 贪的颠倒性 发觉贪实实是个颠倒 这时候才能真正不贪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字调你才知道怎么调 所以这个文字上来讲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制意 怎么来控制这个意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天文佛法里面有一个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提 提什么 你要很清楚 你所有颠倒所升起的地方 所以制意不像禅定公子是一位上的压制 一位的把心定在一个地方 这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传地里面 画的一个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想尽办法再控制心 但其实佛法是想尽办法再发解心 不太一样 控制心是不知道心的颠倒 然后把这一份已经合合出来的心给予肯定 然后肯定它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把这个心抓来放到我肯定的另外一个东西上 把它塞在那里 这叫做 这就是我努力修行的整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制心 但真正的制心是制那个颠倒心 不是在控制那个心 所以要不从心地里面去 了解问题 把那个问题给打开 修是没用的 修是没用的 因为烦恼还在 颠倒还在 所以自意为善 所以当我发觉心不安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讲修行 你如果发觉心不安的时候 或是你觉得你的烦恼无法控制 我们从也不认为你能马上改变 但你应该务实地来看待你这个烦恼 然后去问一下你的烦恼从哪里来 先认识敌人嘛 那其实认识敌人就是修行的地步 我们经常就是用一个想象 的确也不是想象 就是我很苦 哎呀 人世间太苦了 所以我想要去修行 好哪修行 就问人家怎么修 我就这样修 那修一修 怎么多我还没改变 因为你也没多点时间去认识你的苦 所以你没认识你的苦 所以你的对峙 到底你的修行有没有直接跟你的苦连结 我们如果现在来问 大家就很有趣了 你现在修的跟你的苦 有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说你现在吃的药 到底是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我的病 所以我吃什么药 我是有吃药 但我也有病 但我的药跟我的病有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 就是现在的典型修行的态度 就是我不是很清楚 我要对峙的烦恼 所以我要治你 你是哪个义啊 所以当你不断在 控制你的欲 叫驾驭你的欲的时候 义的时候 其实你的义没有被驾驭 当你要除谋的时候 谋没有离开啊 谋就跟你一起除谋啊 就在你的除谋心里面 谋是其实一起说 我们一起来除谋 他说你怎么这么好 对啊 我们要做正道啊 我们一起除谋 其实他才是谋 谋绝对不会跟你表现出一个 非常违反界定 不会啦 因为他也知道他不会笨到那个样子 那你叫谋 笨谋啦 谋当然是很顺你的心 谋一定是在你能肯定出的时候跑出来 爱欲为轮回根源啊 当然谋在哪里啊 谋不会一开始跑出一个让你讨厌的 不会 谋一定很可爱 六欲谋啊 那么六恶谋 不是六欲耶 欲望才叫谋 所以谋其实都很可爱 往往有时候不好的才不是谋 可爱的话那是谋 顺敬的话那是谋 有可能啊 好 所以你怎么去调 不容易去调 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有先修未必成就 你没有对峙 你那个 你所有的烦恼 对 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痛苦 然后我就开始想要对峙痛苦 可是往往走到最后 原来那个痛苦来源是因为你贪爱 但贪爱的你不想断 苦的你想断 怎么断 贪的要贪 贪的要贪 苦的不要 那问题苦就是从那里来 你怎么断 他们就连在一块 是 你为什么怕死 要不然你不要生 你生了就会死 又想生 大家看到重阴生 想到要这样看 到哪里去生 那生就会死 本来没有生死 你何必造一个生 然后再跑一个生 这个无生死 不是空空洞的无生死 没有那个颠倒的生死相 是不是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 因为我要谈又很多 我觉得这个生 没有生死 不是那种颠倒 就好像没有梦中生死的觉悟 但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对峙 所以因此 你现在在修 你根本没有上路 因为你的连环绕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修 你连家在哪里 你走哪里去 你连骑马 你家在哪里 你需要回到哪里去 不知道 所以自以为善的 应该从这个颠倒 从什么颠倒 我的心为什么有这般的起伏 比如说你应该认识说 我的心一下怎么会欢喜 一下怎么会痛 我今天不过一天当中 我念头怎么一直转 不一样 所以我就开始跟你讲 告诉你怎么认识的 告诉你心是怎么样在那里起伏变化 然后告诉你说 就因为有这一个认假做真的心 才让很多的东西继续生长 所以你看到众缘当中 无一法为真的时候 你的心慢慢不再去滋润这个爱做心 这才开始离开 怎样再讲 还是我们长讲 不是急着把不好的东西丢掉 也不是急着不要执着可爱的 就像圣者静 我们在讲一句是因为就有这样 圣者 圣者对可爱静不会执着 对不对 其实圣者对可爱静不会执着 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圣者没有可爱静 圣者不是看到可爱 也真的认为可爱 然后我因为修得很好所以我不爱 可是他还算可爱 那你一旦可爱就进去了 当你认为可爱的心起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染着 当你起染着 然后就因为我修行不要爱 不是 那已经进去了 那圣者有没有可爱静 圣者无可爱静 因为他看到的是无常无自信的东西 所以圣者无可爱静 所以有没有离爱之苦 没有 他不会有离爱之苦 他不会有离爱之苦 所以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字条 不是由别人调 而是把内心的纠结 那个绵绵密密的 以以为真的心意啊 慢慢看清楚它 从根源去放松 而不是由别人帮你拔开 所以字条这里 因为心有你的心情 有你的颠倒 谁怎么修都无法帮你修 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 最近好像死得特别多 有空没空就这里死那里死 有机会要去或没机会去 因为事情没跟我约 所以我没办法去祝念 所以要祝念要事情跟我约 所以如果要事情跟我约 你就要一知四知 我没办法去祝念 因为你蛮忙 事情都还好 所以要祝念都有困难 因为我都没约好 所以刚好那一天没空 那我们就可以去祝念 所以祝念靠别人危险 好那我去祝念要送经 像我这次去一个地方 我送一送我还去 接个三元 但有没有作用 我觉得作用很少 不大 但不管大不大 我至少有 为什么 因为整个超度的眼底 还不过就是一样的道理 心开意境 因为罪是心在生的嘛 当然不可思议的功德 衍生到每个众生 心心念念当中 这是我们环顾看不到的 但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对于世间的纠缠爱做不发 就算念个千万遍的经 又乃何 你在执着的啊 你在执着怎么度也没用啊 所以到最后 要不留一点自觉的话 别人度都度不来 别人不是完全没有 但别人所启发的就是你那个自觉意 所以地藏经也都谈到说 我们为什么当有人立你耳根 跟你讲布施的时候 你升起耳 你认知那个舍心度你的啦 还不是一定要跟心连结 所以超度其实真意用意也是在这里 用什么方式让能得闻佛法的人 心开意见 稍微改变一点心念 甚至从 你看就像那个火的摆好放光 让那些魔啊 魔本来要干擾 火摆好放光 这些让这个众生啊 体会到自己的罪恶 放下罪恶 你注意看 绝对没有一个说 他还傻乎乎的 火一摸掌 那一摸他就正果了 那个都还在 比如说一个人昏迷 昏迷我一加持 结果那个昏迷一醒来都已经正果了 这个例子好像我没看过 一定是一个灵纳加持的人 在这个结果眼当中深情转变 结果是一个白白的 像白痴一样 随便人家一摸个头 正果 那这样我们修行就靠火就好了 所以火讲的火法 随便也都没意义啊 为什么 就要靠加持人 不是吧 所以还是意念上的 所以一个念头能转 它的产生的意义多大 这也因此为什么 我们修道人以弘法立身为本 而不是以世间慈善工作为本 世间的慈善是四项生灭 我们是借着世间慈善 再成就另外一个法 我不果定它 但这些生灭有为的法 无法让众生解决 为什么 因为如果透过火法 我让你懂得自调则灵 因为他没有讲他调 那我呢 我也没办法调你 但我能告诉你如何自调 因为自调则灵才是 制止你的妄想心的一个最根源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给你很多东西 但其实我给你的最大恩德在哪里 你懂得自调 你懂得自调 因为那才是真正让你原地论谋的 这次佛法 经常有人要用世间法来论佛法的价值 你根本不知道佛法的意义 它产生的利益众生的真价值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完了 必须透过世间法来肯定佛法教化的价值 这是错 这是错的 我们会得做哪些事才让世间人来肯定 其实这也错 佛法的价值你应该你自己要清楚 同时要让人家知道佛法不是一个宗教 佛法就要告诉你如何自调则灵 这就是我的价值 就像说我做心理辅导师 我不是帮你扫地帮你按摩 我是帮助你如何放下 那你不能说我这个心理辅导师 换也没煮 菜也没煮 什么都没做 你凭什么 有什么功德 我改变人形了 类似这样的 没隐没行的 但作用很大 这一样的道理 义为难见 随遇而行 慰藏之父 能守其安 这都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的义在哪里 你包括我们现在尝试的 从不同面向来分析我们的义 其实都是很粗很粗 如果你不清楚 你那个绵绵蜜蜜蜜的 那个起心动念 你凭什么要 你凭什么想你是什么 调语帐户 我们那个语当然是驾语的语 调语 调语帐户先调自己的心意 他要调我刚强蓝调的 当然先调你自己这个刚强蓝调的 你这个刚强蓝调的 别人还不一定 先调你自己这个刚强蓝调的这样子 所以你要调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不是举例吗 有时候以为你在正行 但你没有看到你的背后的那个欲 还在跟烦恼相运 还在连结 所以你唯有看到这个 你在 所以对一个整个修行 你还必须要看得很清楚心意 甚至我一直在强调 要三界心找个机会认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在欲界 所以我们能力啊 无法去认识色界跟无色界心 所以经常会把色界跟无色界的心 当作是解脱心 但你如果了解的话 你就不会停在那 也就是说看似修尽 其实背后有跟色界 无色界连结的善心 但归解脱心 这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 会常自负啊 你不会把这个虽是善心 但还是在三界内的心啊 误以为真 却经常滋润 不但滋润一年两年 滋润了几十年到最后 也没有善知识可以跟你提的 为什么你在收心啊 就像这个身体本来不是你的 它因为一定累结跟你的 所以说我的就我的啊 你不能懂哦 其实有没有 没有啊 但就是那么习惯的 把这个错误的颠倒 融到你的心生命里面 你也跟不掉了 会常守护 你应该看到你的意念里面 这个意念啊 除了对近的意念之外 我刚才已经提到最核心了 以一切无自信法 生起有自信的这一份认定 而由这个认定 产生了肯定的认定心 我们就要取 由爱取 就那个取 其实要断在这里 这个取心 其实就有爱在里面了 取就是说 这个取也不是伸手去取啊 确定 肯定 你的确可用 那你安得掉了 你进去 你进去 所以应该守护到 不让这个心念在这个垫地处啊 所以 所以你应该善会常守护 常知乎 能守极安 为什么 由此颠倒心 所要造的众多因言啊 光一念颠倒心 能造多少生死 无止无尽啊 一个加一个啊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 人家需要人家救度 依然无止 为什么这般狂啊 有的人一时一爆关心 今生受苦 但心性还可以 所以他们苦一过 很多苦就跟着来 但同时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 已经没得知人家拿给他 他把它倒掉 甚至想说 哇 我们吃餐厅的 我们不喜欢吃柠檬煮的 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 你心性不好 那起这个业 然后以不好的业口再造业 这是经典所说的 感生不好的生命 有这个不好的生命 其实你看啊 所以我们造一个业所 产生的业果 讲不完啊 你说我偷盗 那假设我偷盗 我未来贫穷 那一爆还一爆 对不对 是不是就了了 谁跟你讲就了了 不会了了 为什么 我偷盗 我偷盗 我贫穷 造理是了了 但在你的心还活得啊 所以当你在贫穷的时候 你不必然造恶 但因为贫穷很容易让你造恶 那所以说造恶 因为贫穷造恶 贫穷其实是之前的因 产生的苦 但却以贫穷为缘 那以贪 贪穷是为因 因缘 但以贫穷为增上缘 再做 没说啊 就是以就业造型 不一听啊 然后完了如果越造越重 说不定本来偷盗变贫穷 但因为贫穷杀身 不越造 直接到第一句 所以没有法没有一定嘛 一个隐身一个一个隐身一个 所以你要知道 度人一念 不是度他一身 度他一念 其实你帮助他多少 如果这个念只是世间善念 功德就少 如果是出世间的证件 从此能对一切法做正确思维 这才是大恩的 因为他变成解脱有望 这才大恩的 因为他从根源迷蒙处把你拔出来 很多生死从此无缘 这才是大恩的 所以能守即安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看不安处在哪里 那我现在能守护我的会 我的义 我用会来守护你 我才能安处 这个才安 所以之前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想安心都难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身 你的心啊 必须要靠这些经 那我现在要你放 就像我们讲 假如我们碰到一个在争吵 那我们讲说 你就不要再跟他争嘛 你就说 你就肯定他对嘛 那不行 肯定他对很简单 可是一肯定他对变成我错了 这个我错我无法牵手就是这样 我肯定他对我没问题 但如果这个肯定会造成肯火定我 我的话我不干 如果没事干 我们没有冲突 我说你我赞叹你没问题 但如果有我赞叹你 会变成自我火定的话 我不干 其实就在这里 其实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好像在 在要断我们心念的时候 因此 当我要质押我的心 要放下我的心 其实最大的方法 是因为观止心 无残酷啊 不是肯定心 当你要观心的时候 需要看这个 但我们现在 当观心的时候 就要肯定心 那如果观心要火定心 你又不干 所以就很难放下 所以修行很难真正安协下来 因为你不要心求肯定 好我们看到 独行原事 复长无形 顺意尽到 魔性来解 哎呀有意思 独行原事啊 一个心念啊 一下跑到哪里去 毫无责乱 哪里随念头起诉 哪里去 隐藏起来看不到 作用特别大 摸也摸不到 这就是心 自己独行 虽然有其他心心所 合起来就是这个颠倒心 这个颠倒心 一下东一下西 其实也不是一下东一下西 就是变化无穷而已 看似一下东一下西 只是影像不同 比如我现在想东边 并不是我的心到东边 是我的心起一个东边向而已 那我东边的心一放改成西边 并不是我的心跑到西 其实我的心只有在 也不叫原地 因为没有原地可得 就是一个颠倒 那起这个心 起这个东的时候 自己创造种种的地形影像 然后我到东 其实就像梦中里面 你跑到东 还都躺在窗户上 可是梦中里面影像不断流转 也真的让你觉得是往东走 走得好累 我跑得很辛苦 结果做梦人在流汗 可是没有动 可是没有动 所以没有动 在梦中里面 还有很多的地形地物 人在动 一个物向后 人向前 真的向东 然后转到西的时候 也没真的人 睡觉的也没有转身 跑到另外一边 其实也只是起了另外一个心 那就这样 独行也是 说他有也真有 力量之大 我不是讲吗 我今天有人要把我抬起来 我也重 可是 如果你启发我的心 不用你抬我自己走 所以你看 你要让我走 其实你不用去扛我 你只要用信念跟我共同 请你过来 就过去了 请你过来 四个字 抓也抓不到 竟然能让我自己过去 如果你不用意念跟我共同 你要把我扛走 那你就必须有体力 扛下我的体重 你说我的心念有没有力量 有啊 我的念头可以让我动 没有那念头 我就躺在那里 所以我的心力有没有 我70公斤 我的心力有没有70公斤 大过大 大过大 我的念头可以让我的身体移动 那没有的话 他就是这么做 是不是 所以心念的力量多大 独行也是无常无行 既是那么低的 大的力 但看起来又抓不到 因为他的众多颠倒 明知为心 顺意尽倒 好 开始驾驭其心 把那个颠倒 刚强难调 自我肯定 照做的这个心 开始给他引导 不是如此 用此心 告诉你自己 那一份肯定的东西的不存在 这不存在 也就是说 我们从你颠倒里面增长这个心 那我们现在用这一份环虎心来认知你所执着的 不测 这个 顺意 你看 不是守意 是顺那个意 顺那个颠倒心 这时候才进到 所以在一个修行当中 其实你看 就像那个儒家里面 围到日损 损之又损 是把那个颠倒心给他破坏了 它琢磨掉 变成很弱了 这才进到 这个进到和那个 我们现在 我们一般人众生自我肯定 但有些人自我火定 那这个自我火定 这一类的自我火定是解脱的 只有同样一个语识 很多人看不清楚 佛教也在自我火定 但佛教的自我火定 并不是死有我 然后被火定 因为这样会很苦的 现在很多修行 有的人 一开始谈得很高 但他其实在帮助你火定自我的时候 却是因为站在自我肯定以后的火定 很多人修行是站不起来的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你明明有世间价值 你先肯定世间价值 然后就跟我讲我没价值 那很苦啊 因为我就没意义了 但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讲说 实无价值 所以不要爱走 那不一样 那是解脱 不一样啊 所以有些人 因为在火法里面在引导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修行不欢喜 因为他先 因为明明我们的火定是站在世间的 你是你的世间心引导他的世间心 把这个世间心生起来是产生自我肯定 那这个自我肯定以后再给他火定 就苦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平常都不谈真正佛法 而是在世间都肯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做事好不好 我们很在乎做事好不好 然后你现在做不好 所以你没有价值 这就是当我们把事情好不好当做优先 这是我们现在共同判断 那当我们事情做好不好的时候 我肯定的时候 你做不好被我火定 那即使是站在世间火定 所以变成我不好 可是如果我们站在 那变成因为这样的火定 即使是站在世间法的一种 心肯定或火定 就变成人被火定的苦 可是如果一开始 我们重点不在世 我们借着世来相互自我 所以我们告诉你 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执着自己伟大 那我也叫做你不要傲慢 你不要拱高 你在做事的时候如何相互自我 其实和我认为说你做 你做事如何如何 因为那时候我站在世间签肯定 然后在火定他就站在对立边 可是一开始我就要告诉你 一切法本质天堂 你不要执着 我不要我破坏你的自我执着 自我肯定 但这个自我肯定 不是整个把你原来的火火定 是因为那个原来的火本来就不存在 这就不一样 所以当一个团体很大的团体 里面有很多的制度很多的规矩 但这个规矩如果核心是以什么 以世间为肯定的时候 很多国话就讲得通 因为你的大全体 基本是建立在世间的肯定底下 然后你要跟大家说 在这样的大全体肯定底下 大家要无我我所 你内心的明明价值观都还在拦着世间 然后你又现在要无我我所 这个修得会处处矛盾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怎么样 以看清楚世间 然后应对这个世间有种种制度 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世间的真正 一开始不是光嘴巴讲 包括信念也是这样想 这样想以后 如果我在面对世界的时候 我才能始终一贯的用同样的态度 以不懒着心 那这时候的不懒着的自我火定 就不是一种苦的自我火定 是超越的 对不对 不会执着我我所的这种火定 其实是亲近 所以这个跟我们现象当中很多东西是要公平的 开始损意 所以我们内心所执着的那一份肯定 那个不当的肯定 那个颠倒妄想所起的肯定 你要损它 所以这个损 换句话就是觉悟 你本来也不存在 所以把那个颠倒心的颠倒意 开始把它琢磨掉 这才叫尽道 这才叫尽道 所以你看啊 尽道在哪里 损意方面尽道 所以我们在道上吗 不一定 我们在道上 就看你有没有损意 看你有没有在那个 世间的七皇像当中 能慢慢离的 那个才叫尽道 那才叫尽道 那才叫尽道 所以 五访仪 你天天在三宝门前 但不入道 你没有尽道 那跟你说 把地藏福山拉着 死也又没关系 因为他闽阳教主 闽阳教主 哪里闽阳教主的 你去都要顺着 你自己怕你的 对不对 我要同走一个 三宝座 各走各 各生起各自自己的世间下 摩系乃劫 所以怕摩不如去相应之称 那一个颠倒心才是摩之所源 所生起的地方 所以我们光是急着一直往外在找寻去摩 那你为什么不从自己的摩性开始去改 所以我在讲说 摩根本不用想摩 你就是摩 你还要想 你不用去防摩 不用你就是 是不是 我们都怕摩进来 其实摩早就进来 所以你门关起来 摩干嘛不如出去 摩好可怕 不用怕 你就是啊 你怕什么 你跟他同剑属的啊 我们有没有摩性 有啊 但这不就是你的摩性 你最大的摩在哪里 以世间虚假的当中 自以为真正是最大摩 由此大摩延伸小摩 大层次 对不对 那那个摩摩摩摩到最后看起来很可怕 那是摩外摩摩摩摩摩 那真摩不是这个 真摩在里面那一个 就是因为你内心有摩才把外摩前回家 所以摩系 因为有意念系住他 心无助行 意不知法 明以世事 无有真知 所以不知此心 靠什么颠倒 心看是有心 由重颠倒形成这个心 要这个要那个 眼睛要色 耳朵要深 你看 我们同时一天到晚 光六个门口 引出众多烦恼 圆圆不绝 所以你看 以我们修行的功德多达 那做行李的 不是说 贪得得到 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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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的支出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根本守住正念的时间很少 但我们开放六根 隐身六贼进来的种种染路是绵绵绵绵 你如果以此说要解脱 谈何容易 是不是 你应该可以守住 因为你不断在纵容你的六根的时候 这个心是一不断在照做的 一心起来 都是在三界里面 而且不但 是三界里面而且不断照做 你之前的执着 帮助现在的执着 那六根一开始 很少正念分明 所以你看一看 一天到晚 真正能正念分明的时间很短 为什么还有感应 因为佛法功德大 或者说 论见记仇 你早就亏倒了 对不对 六根所引申出来的烦恼 绵绵密密不曾暂停过 用功的支度那一点低而已 最难 难在这里 所以你要心无助悉 亦不知法 不知道内外一切 所以变成 因为不知故 继续成就者的心 继续照做 迷于世事 因为迷爱着 前面讲的 因为爱着 迷义这个东西 就会开始滋润 那滋润它 又越需要它 越需要它 就越滋润它 越需要它 越需要它 现在已经那么久了 世事何回不清楚 反正理所当然 所以就这么一回事 我的生命就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吃饭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一年为止 不吃会饿 我们觉得一定要这样才是对 其实有没有一定这样 没有 包括我们的社会价值观 也在变啊 以前认为这样才对 现在也变了很多 那为什么 不知道 就像那次 不是日全死 日全死 那不知道哪个国家 有人花狂在街上乱叫 那因为人家叫他说 这个会天下变乱 会变化掉了 会怎么乱掉了 结果他们就因为看到那个日不见了 说竟然人一直在那里乱叫 那就是这样 他有没有甚至伤害你 没有 但被后天累积的错误之间 产生了恐怖心 也就是说 谁吓谁 自己吓自己 谁养你 自己的颠倒心养自己 谁让你生死 自己让你生死 不过在世俗地里面 父母养我 第一地里面 你养你自己 父母 世俗地里面 父母生你 第一地里面 是你生你自己 世俗地里面 有父母为原 其实在第一地里面 是因为颠倒心 产生这种 自体生命的执着 而在这个欲界当中 必须养葬父母为原 才会有生 所以在世俗地里面的 我们是有父母生 有父母养育 而也真的有父母养育 所以要保护我们 但看清楚的 真正让你生的是 你的天堂心思 你起这个执着 养葬父母为原 然后生到自己 是这样 所以你迷一世世无有政治 所以我们现在的事情 不是有点乱吗 那为人父母者 为人子女者 现在的新闻 真的跟以前差很多 你会发觉 有些事情以前 不大会是发生的 其实也不是 以前新闻不太大而已 从古代就像一堂不堵 其实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现在 人伦伦长那么乱 你只要趴下去 看动物就是 动物物质 我们里面有没有 当道德慢慢退市的时候 原来潜在的烦恼 就有机会 其实那不过是因为 道德的正法善法抬头 恶法被压 但我们内心里面 有没有那个魔性烦恼性 所以当这个道德的耶稣 退的时候 恶法就因言神 那所以说 当我们用世间的角度 来安利人伦的时候 你总不找出理由 人家对你养育之恩 你怎么这般的如此如此 那就是出生啊 他就是无知啊 颠倒啊 世间道理在他身上是讲不通的 因为世间道理是一个 大家彼此认同的 跟世事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认为理所当然的 其实那不过是 你自己执着的因果 和真实因果 你认为为父母子女 一定要孝顺 一定要怎么样 那是你就这个角度讲的因缘 但如果从广的角度来看 你的背后真实因因果果 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这个学校 有道理 简单来讲 这个人怎么会造成这么一个恶业 有道理 只是在世间人认为 这样不合常理 可是这个常理 根本从来都是人之一天的 则赛博博看到的是 因因果果一切都是有道理 就是这样 你以世事无有政治 继续颠倒 所以心无自行 很难停下来 人的心一直在这样跑 一直在跑 所以人很累了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白天上班很累 所以我们应该假日要休息 其实你注意哦 你假日休息 六更年从没停过 你要嘛就是说 一到五很辛苦 那六的话 把眼镜关起来 躲动关起来 等到星期再打开 那这就休息 结果我们发觉不是 我们那边很辛苦 星期六星期间也很辛苦 那为什么要接着休息 因为一个可不可爱 转化 静的转化 所以你接着再休息 可是有没有休息 没有 心无助行 心不曾助行 所以有没有真休息 只是 静上的抉择 让你心静产生不同的感受 你的心有没有听过 没有 有没有听过 造作种种的烦恶 但我们有福能恶 就叫恶子这个恶子 恶子这个恶 决者为贤 贤者在哪里 从你觉悟来看 那福为何能不能制止这个恶 这个原理在哪里 从恶因言跟善福的因言来看 什么叫恶 我们之前讲到恶跟善怎么论 是不是真正了解恶跟善的关系 越恶到第一 越善到哪 中间差在哪里 诸法识相 我们早上讲 越背离诸法识相 一边脑子越知走的 就是到第一去 越觉悟到彻底圆满 相信诸法识相 所以越能相应善的 相信诸法识相应善 也是如此 当我们一直在造恶的时候 我们刚好相反 我们顺应法识 顺应善法 这时候刚好恶法会让 因言不具足 是不是 当我向着颠倒去执走的时候 我反过来 向着觉悟去相应 当然我的福能恶这个恶 因为原理在一个交共同处 对不对 什么原理 觉悟才是真原理 谜的恶 觉的是善 所以越是颠倒越造恶 越是了解道理的 一个从一个强烈持起自我的人 到底 然后世间人间善法 虽然也执着自我 但懂得利益别人 也就自我比较收 到解脱的话一定破火 然后菩萨佛的话 一定连法制也断 一断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福能恶恶 世间法 世间善恶 有时候世间善 由世间善来对峙世间恶 所以有的呢 像现在很多人修行 修教就是这样 就是 怕造恶 只造什么 这个叫 除弊 但不知道心力 现在有时候 有部分公务人员 不是所有 很多公务人员就说 我不要换做 一切照规矩 但却缺少主动服务精神 所以就觉得 一套很僵硬的惯例文化 就像 人家没有跟我讲 电话没进来 所以我想他们没事 结果已经 当然没有电话都冲走了 没有电话 哪有那么笨 你嫁淹水 你会等他打电话 你应该会主动打给他 那怎么都没人接 哪有时候一个局长坐在里面 都没电话进来 我以为没事 很厉害 你应该主动关心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道理 因为你只知道除弊 还不一定除弊 但你不知道心力 因为心力有什么作用 除恶 积极服务人生 积极服务这个道理 其实对你来讲是什么 同时抉择为贤 了解这个道理 贤不在于外世界的种种知识 贤在于认识心的人 他是心的 所以有的人眼睛可以瞎了 耳朵聋了 但他可以是一个贤者 因为他知道是心的 人可以学问很高 世界人可以学问很高 博士晃 我连着可以 kurz 姐姐 我一点都可能不应该 但因为他能有专业 并不是博士不好 但真正的世间 因为他懂得点 他不懂得真正世间 所有学问的最大学问的心 所以当你懂得心 你就等于是一切的博士 善事世间解 这才是心 本来的开放让大家问问题 不然因为最主要是交通中断 我们现在要用开车过去的 开到那里不知道几点我也不知道 所以要到东部距离可能要远一点 所以只好今天就没办法让大家问问题了 阿弥陀佛 好 那我们请课斩 愿以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我能与众生 皆共成果道 祢能与众生 皆共成果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信息